通畅无阻,他泼 隔了木板,他也泼 筑起一米糕的防护墙,他照泼 新明日报两个月前报道 一顺环路第112座组屋的一位墨镜嫂 两年来几乎天天往邻居家门外泼洒盐、油、卤汁、尿 还扔过厕史和卫生棉 邻居只好用木板和椅子筑起防护墙 但是,这些都抵挡不住墨镜嫂的攻势 邻居的防护墙只好升级 用木板搭建起扎扎实实的一道墙 上面放置铁片和水管 甚至还插入仙人掌 居民李先生透露 他们之前还尝试放过榴莲壳 结果几天后就发臭 只好改用仙人掌 仙人掌正虽然让墨镜嫂无法靠近 但还是指不住他的抛丢攻势 受访律师指出 居民可以申请请令 防止对方骚扰 或者以个人名义起诉对方 打赏 pick-up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